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跌116点了 开盘就跌了116点 台股昨天开盘 昨天收盘涨了81点 那现在跌119点 美股昨天四大指数也都跌了 跌比较重的是NASDAQ跌了141点 跌了1.03个百分点 费半也跌了1.81个百分点 那道琼只是小跌23点 小跌0.07个百分点 S&P500小跌0.36个百分点 高科技类股跌比较重 欧股三大指数呢 德国小涨 英国中跌0.61个百分点 法国小跌0.21个百分点 台股跌114点 中央气象局今天六四 香港好像他们一直每年六四 其实就从头以来他们都很热心 也就是香港人很担心他们变成下一个六四的受害者 禁嘛 有点存亡齿寒之感 所以香港每年在六四维多利亚公园都举办大规模的追尸活动 那今年好像香港出动了七千个警察 不给他们办 大概香港当局也很怕 因为六四聚集 他们就怕人聚集了 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台湾当年在六四的时候也很热心 只是后来整个两岸的形势的改变 台湾内部形势的改变 所以现在真的是六四大会想到 想到当时 只是用具体来举办什么活动 好像很少了 好 那么今天六月四号 台风跟它的外围影响台湾 今天跟明天 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长浪发生的几率 要注意 明天五日有滞留风 影响台湾的西半部跟东北地区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今天南部地区 也南部沿海空旺地区 也容易 还有东南部也容易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反正海边都注意一点 温度 北北基 27到33度 还好 最高最最多就是33度 还好 降雨距离80% 就下雨下午以后天都会下 早上阳光普照 陶珠苗 27到32度 降雨距离35% 中张头27到33度 降雨距离45% 云嘉南27到32度 降雨距离40% 高平27到33度 降雨距离50% 宜兰 27到31度 降雨距离90% 花莲26到31度 60% 台东27到31度 降雨距离30% 外岛23到32度 降雨距离45% 所以北北基 今天降雨距离80% 宜兰会到90% 比较多 其他地方都还好 那温度也没有之前的高了 最高就是33度 不像之前最高 36度 甚至38度 等等 踩云台风 发 这个 陆景 真的假的 不排除登陆 那 封面徘徊 有三天 会下大雨 西藏局 采云台风 发布陆上海上 台风警报 今天 上午7点 中心位置在俄兰比 西南方 360公里 海面上 持续往东北 朝台湾接近 时间 晚间 不排除登陆 真的假的 怎么突然就来了 预计从台湾 南端通过 深夜梅雨封面 紧接报道 未来三天 天气非常不稳定 也会有明显的降雨 现在什么 完全看不出来 气象局 昨天晚上11点半 对恒春半岛 屏东 及台东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 预报员张承船 表示 采云虽然强度减弱 但是还是维持 台风等级 本来不是要变成什么 什么低气压 等等之类的 预计今天晚上从台南 台湾南部略过 届时将减弱为热带性地气 今天东半部需要留意 九级的强阵风 西半部 恒春半岛 甚至宜花东等地 有机会出现长浪 恒春半岛 今天清晨起出现雨势 加上北边 有封面逐渐接近 今天中午前后 雷震雨将转趋明显 各地山区 以及大台北地区 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 雨势猛烈 降雨范围扩大 除了山区 大台北地区 其实不是山区了 整个大台北地区 所以明天到下周一 因为梅雨滋留风 在台湾附近徘徊 所以会激发中小尺度的 对流系统 所以会有剧烈天气 大量降雨 跟上一波的降雨 跟上一波的降雨 差坎比拟 几乎是差不多的 旱向应该可以获得疏解 不过 小心 下雨不要成灾 现在有时候常常变这样子 6月中下旬很有机会 太平洋高压 会让台湾进入 夏季天气的形态 也差不多了 那还要怎样 所以主要就是说 台风不排除登陆 之前说对台湾没有影响 所以天有不测风云 风雨很难讲 欧盟安全旅游国家 新增日本 没有把英国纳入 到底怎么回事 欧盟公布安全旅行国家名单 除了原先澳洲 新加坡等其国 再增加日本 原本传出名单 可能包括英国 不过没有列入 报道指出 欧盟可能考量英国境内 印度变种病毒的因素 暂时没有列入 欧盟表示 经过例行检视 当前的疫情流行趋势 排除非必要旅行限制的国家里面 将日本纳入安全国家之列 由于距离东京奥运开幕 只剩下不到50天 此举将使欧洲跟日本之间的旅行 更加便利 考虑到奥运 目前欧盟公布的安全旅行国家名单 包括澳洲 以色列 纽西兰 卢安达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跟日本 至于中国大陆 则要北京同意互惠 才会纳入 这次欧盟新增安全名单 没有纳入英国 可能考量英国境内 印度变种病毒因素 根据英国官方最新通报 单日新增确诊 5274例 是从3月26号 两个多月来的新高数字 英国首相江省已经警告 这种病毒株的广泛传播 可能危急英国预计在21号 解除防疫限制措施的计划 江省已经接种了第二剂AZ疫苗 根据英国政府统计 超过3975万人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其中超过半数成年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那就是他们疫苗 其实打得还不错 那为什么单日新增确诊 到了5274例 是两个队来的新高 所以 就怕变种了 就怕这个病毒变种 变种以后你原来的疫苗有效 但是就可能没有那么有效 拜登把大陆的黑米兰扩大 就到59家 因为禁止大陆的军工企业 禁止投资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59家 中共解放军的相关企业 包括华为中国航天科技 中国移动通信等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购买 或出售所列的 大陆军工企业黑名单证券 就是你不能买卖了 行政命令将在美东下定时间 8月2号凌晨生效 就目前还没效 投资要一年缓冲 起来撤资 拜登此举扩大了川普政府时代 禁止美国投资 中共解放军相关企业的限制力量 川普时代禁止投资 黑名单48家 如今扩大到59家 拜登声明说 这项政策是因应中国军工企业 带来的危险 中共在境外利用监测 监控技术 镇压并严重侵犯人权 构成异常与特殊的威胁 决定扩大投资精力 禁止美国民众 投资损害美国 以及盟友安全和民主教育的大陆企业 未来美国政府执行 禁止投资的管辖权 将由国防部转移给财政部主导 黑名单上的企业 包括海康卫视 华为 中国航天工业集团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等等 所以你看 主要的就是监视器 监视的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国防工业 另外就是这个通讯等等 那大概这是美国最在乎的 台北股市现在跌86点 跌86点 美国日本 昨天突然晚上都释出消息 要捐 要送给台湾一些疫苗了 很好 很感谢他们 多多益善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好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跌97点 那美国6月底会释出700万的疫苗 给亚洲 很多国家了 拜登宣布 他会释出8000万剂疫苗 其中700万剂6月底以前送到亚洲 提供台湾印度马来西亚跟越南 没有说到底美国国家给多少了 我觉得台湾大概最多就是 看起来一两百万剂吧 因为这基本有700万剂 没有就印度那么严重 马来西亚也蛮严重的 美国为什么会有8000万剂呢 他第1个这里面8000万剂 里面6000万剂都是AZ疫苗 AZ 那另外2000万剂不是 另外就其他的 拜登今天透过声明表示 第一批释出2500万剂疫苗 其中呢拉丁美洲 其中是 他其中是 要给这个COVAX 1900万剂 亚洲700万剂 非洲500万剂 所以你看1900加700 就2600加上500就3100 3000超过2500万剂 还是说 亚洲也在COVAX里面 这些分线看不太出来 拉丁美洲加热比海地区 600万剂 还有600万剂 直接给疫情研究国家 或合作伙伴 像印度韩国 或美国 邻邦加拿大 墨西哥 他不是已经要给韩国军人 50万人去打吗 韩国军人 他说因为跟美军并肩作战了 所以他们军人 如果有事 会传染美军吗 等等 这样讲也有他的道理了 白宫说 给亚洲的700万剂 是包括印度 尼泊尔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印尼 泰国 台湾 跟太平洋 岛国 释出的疫苗 包括辉瑞的BNT 莫德纳 跟江神 这些疫苗 在美国国内 已经核准使用 另外AZ疫苗 还有待核准 美国已经备妥 100万剂 江神疫苗 给韩国 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官 说 接下来几星期 美国政府 将紧速采取行动 监管后勤细节 确保安全运送疫苗 美联社报道 韩国空军 已经派出一架 多用途的 空中加油运输机 前往美国 这次韩国首度 派出军用飞机 从海外接运疫苗 预计明天凌晨 装载100万份的 100万人份的疫苗 军机会飞回 京畿道成的 南首尔机场 就派军机去接了 合理了 这反正要给军人用 他现在试出来的 都还不是AZ AZ量比较大 先试出其他的 AZ因为 牵涉一些法律问题 因为美国人都不打 你美国人都不打 你给别人打 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 万一有出了事了 谁来负这个责了 这是美国 日本 日本也说要给台湾 124万剂 今天就来 今天就会来很快 都是好事 愿意捐给台湾 都是好事 可是中间 有几个还是比较 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都说 6月会来 因为要给台湾紧急使用 所以台湾最近疫情扩大 而且都讲 你看日本 就说因为台湾 他们在首相官邸还开过会 所以台湾7月底 自己就会产生 很大量的自己的疫苗 美国你记得上次 那个丽英杰 AIT的处长也说 台湾很快 他的了解就有自己的疫苗 换句话说 如果你台湾不要去 跟人家吹牛 说我们快有自己的疫苗 人家搞不好送我们比较多 人家现在只觉得说 我就给你一个过度 我就给你6 7月过个度 接着你就有自己的疫苗 这个又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说 因为你自己说 你要做疫苗 所以人家就说 人家在讨论要送谁的 就会想到说 我们都要送 自己没有能力做的 又穷 然后又需要的国家 一定是这样 我们捐钱给别人 一定考虑谁最需要 对不对 我是有限的物质 我要捐给最能够发挥效果的人 对台湾来讲 你反正7月底以后就有了 那我干嘛给你 我就给你这两个月就好了 所以我就给你这些 这是一种 就是人家的判断 第二种我不知道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 因为他说日本是跟我们磋商的 数量时间都跟我们讨论过 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去吹牛说 我们7月以后就很多了 而且我们也订了很多了 所以你就这段时间给一些就好了 会不会我们自己也没有给人家要很多 就要这样就好 我始终觉得蔡英文政府就是要护那个高端 所以外国要卖也拖拖拉拉 郭台门要捐也一直找办法来阻挡 佛光会呢 是因为姿态低到不行 你自己想想看 我要出钱买50万计江神 你说你要出头 我不行 好好好 你老大 你什么都好 你说吧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我反正就是帮你接头给你出钱 就是这样 真的姿态很低 人家也没有顾名调皮 人家就想做点好事嘛 替台湾做点好事 也就是说你政府你要干嘛 我都听你的 只要能够捐得成 就这个意思 那换句话说 政府根本不想要 我觉得他根本不想要 只是呢 没办法 因为社会的压力太大 所以呢 只好装模作样呢 说好不好 我们来谈吧 真的你不看是这样子 政府还怕 万一呢 郭台铭谈成了 佛光会谈成了 磁剂就跟在后面啊 磁剂这样比你们小啊 对不对 还接下来 比如工业区 新竹就我也要买60万计啊 对不对 那竹科会这样 南科不会吗 那其他的公司不会吗 那么大家都去自己搞的话 那高端卖给谁啊 他们 我就是起问他们心心念念 就是那个高端 真奇怪了 这东西我那么 好了 自己有疫苗 当然好 但也需要搞到这个地步吗 你别的人要给你的 有要捐你的 你都采取一副这种 好像我不太需要 有这种味道啊 所以你就看日本人讲 就是说他 其实他就有了 我们现在给他只是紧急使用 而且这个数量时间 都是我们跟他们磋商的 我们跟他们讨论是这样 那你不会多要一点 你七月一定成功啊 你的疫苗一定成功啊 大家一定敢打 那现在外国这些疫苗都不错的 你当然尽量 人家愿意捐你就尽量 买都可以 不要说捐啊 出钱买都应该的嘛 人家也是买来的啊 对不对 人家是买多而已啊 你其实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占人家这个便宜 也不是没钱 你现在变了八千多亿的 纾困预算 买疫苗最多给买个几百亿而已 你们八千多亿啊 对不对 赶快打完 赶快能够防疫 大家赶快能够出来 避免封四级 然后把三级也降级 那这个很多现在很苦的 做生意的很苦啊 听说呢 有些地方有些人都活不下去了 我讲的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等等等等啊 所以你政府这个时候 就应该多多益善嘛 不是这样吗 多多益善嘛 那到时候说太多了 我生产的也很好 而且过头了 你捐给别人就是了 捐来捐去嘛 我是赵浩康 欢迎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 现在跌103点 这个高端跌的连舞跟跌停板 一定会跌了 只要国外要捐 高端就跌 从两个多礼拜以前 拜登第一次说 他们有多的疫苗可以捐 他就那天就跌停板 从这边你就看出来 他多怕外国疫苗 假如真的像你们自己讲那么好 这疫苗那么棒 你怕什么外国呢 那现在惨了 郭台美要捐 他也跌 日本现在真的捐了 他也跌了 美国还要继续捐 就像我讲的 就是说呢 人家好像捐你太多 也不好意思 就你都要有了 你干嘛我们捐你那么多 看你不起这样 所以好啊你说你七月一嘛 就先我们就先送你一批嘛 然后看看你嘛 我相信呢 后面人家还是会送的啦 因为他们订太多了 多到很多很多 日本订的 BNT跟莫德纳 都已经够他 一亿两千万人去打 日本就一亿两千万人 一亿两千万人全部打也不过 就两亿四千万只嘛 他现在订的其他的已经够了 所以他的AZ就订了一亿两千万只 他其实可以捐 他其实可以捐掉 所以他就我们一百二十四万 即跟他全部加订AZ的 一亿两千万 其实杯水车系嘛 十分 百分之一啊 一亿两千万的十分之一 是一千两百万嘛 一百二十万是百分之一嘛 所以他只把它 多买的百分之一给我们 那以我们跟日本交情 应该获得不止这些啦 应该不止 原因就是我刚讲的 你自己说你都有了嘛 那美国 也有八千万剂 其中六千万剂是AZ 他也是买的 但美国现在不用 日本国内也不用 那从某个角度看 AZ好不好 其实还可以啦 英国首相其实打的也是AZ啦 美国总统 川普那时候打的是BNT啦 反正疫苗这东西是这样的 你也不要想说 我打的疫苗就不得啦 就像我们打流感疫苗 也没有说你打的疫苗 就永远就那一年都不会得流感 不是的 他就说绝大多数场合 你可能不会得 就算得了也比较轻 我记得那是流感实际上 跟我们讲的 譬如说重症流感 你还要住院 五天不是住院的 就是你还要 这个五天到七天这个 这个流程 那你就打了疫苗 也许三天 也许比较轻 大概是这样 同样的听他们讲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也是这样 不是说你一定不会得 就算得了也比较轻 而且呢可能不需要住院 甚至不会死 那就还好嘛 所以他们就现在的各种疫苗 都至少有这样的功效 至于说你看他那个 那个什么防御力 什么95啊 85啊 75啊 55啊 那个不是玩 那是一个相对的数字 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所以他在什么时候做的 假如我是在疫情一开始就做 他们很早就有一些就开始做 那得病的不多嘛 所以本来就不多 你不打疫苗得病的也不多嘛 所以我说打了疫苗以后 多少人会好 多少人不会得病 那个数字就比较大嘛 所以九十几%嘛 那到后来病情严重了 到处是病毒 而且病毒可能都有变种了 这个时候打的不重的 就比那个原来没有疫情的时候 打的不重的就多嘛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的保护力 你看那个数字就会低 而且为什么他95% 他75%到底在这个地方 但他是不是真的95% 比他75%多20% 其实不见得 如果这个95% 在那个疫情很严重的来做 或是在不同的国家做 可能结果又不一样 但其实就这样 所以呢 至少我们知道 说打了 比较不会重症 不会死 就比较放心嘛 不是这样 而且你自己想看 他现在讲说 7%80%都是 无症状 或是 很轻症 本来 得了也不过就是 7%80%是轻症 那那230%如果不会死 又不会重症 好像也 这是为什么 他们要打的原因嘛 就这个意思了 那台湾因为都是很厚 台湾因为 这东西就是这样 好好坏坏 真的很难说了 你回到老子的 一得一失了 老子 庄子 什么老庄 老子的整个的精神 就四个字 叫做一得一失 那我们听了 就过得比较快乐 对不对 你有得 一定会有失 有失一定会有得 你也不要羡慕 那个得的人 你看他很风光 得很多 他其实失去也很多 所以呢 有得就有失 一得一失 看起来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疫情也是 我们过了一年半 快乐的日子 海角一乐园很好啊 人家很辛苦啊 但是人家这一年半里面 就是说各种的 准备啊 打疫苗啊 反正各种 也吃了各种苦 那我们应该看人家 一年半做了什么 吃了哪些苦 做了哪些措施 我们通通没有 然后呢 慢慢就自己越来越自大 觉得自己就好 都不得了 然后什么都没做 他突然变我们了 等于人家走的路 你又再走一遍 本来你可以不走的 或是走的比较短的 或是比较少的 就你也没有 你一样 国外吗 说老人院群聚 我们现在开始了 国外说移工群聚 我们也开始了 日本色情行业群聚 我们也有阿公店 昨天还有人讲说 建有阿公店以后 应该有阿婆店 好像有道理 男女平等 好了 不讲这个 然后呢 反正你现在看 人家发生过的 我们一样也没少 而且我们一起都来了 这样是意思吗 有的国家 比如说日本是色情 新加坡是移工 美国是老人院 等等等等 我们是全部都有 这其实都可以早就预防 其实是可以预防 我们都没预防 因为我们觉得不会 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一个香港乔生 姓徐 广东话好像徐念锤 还什么 他本来就别的学校念 好像原来在Louisiana 什么 然后跑到我们这边来 他就说 哎呀 我路上后来车子就开坏了 我说你车子为什么开坏了呢 他说因为太好 所以就坏了 我就讲什么 就是说 因为他的车子 平常都太好了 他就拼命的开 就把车子开坏了 这其实蛮有人生的道理 我是赵少康 为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 台北国是点142点 好 大家很关心的高端 今天还是开盘 就跌停板 连续五个跌停板了 移工 我刚讲 就是因为好就坏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物极必反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车子平常都非常好 所以他就一路开 很远嘛 开开开 在美国开开 那因为很好 所以说你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 还没停 可能加个水 加个油 有讲机油 不是汽油 汽油当然你没有就不能开 他当然也没注意到 终于 速度又开很快 在路上就 坏了 烧了 所以因为太好 如果你平常不好 你也许要注意 过一下就加点水 有没有机油 有没有机油赶快测测 然后把机油烧掉 等等 是不是车子会不会过热 你就会注意 因为太好 没注意就坏了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平常你看他身体很好 我从来不成病 从来不成 砰 来个大病 挂了 有的人平常天天病 小病不断 活很久 就他注意 他会知道 身体 同样的就是去年台湾因为 好 所以大家就不注意 就松懈 有些你是根本不应该犯的错 你也会犯的 像机场的漏洞 你怎么可以犯那个漏洞 犯了 然后呢 好了 阿公店 我才知道说原来 这种阿公店的产业链那么大 那么多家 那么多人去 你很难想象 比如医院 台大 他也有员工去 老人院 也有员工去 很多还从中南部的 到台北来 还从基隆的 来 去 他真的变成一个 看起来是 蛮大的一个产业 然后你现在 他受到注意以后 有些往中南部跑 什么一楼一缝 什么 最近造成有一些 中南部的感染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等等 好 那么移工也是很大的问题 新加坡因为 他有这个 他不叫移工 新加坡因为 他用很多这些 外来的这些劳工 他住 他给他集中住在一起 结果呢 因为 有很多 比如你像香港 你 你家里本身就不够大了 那移工怎么住呢 那是我讲家庭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公共工程 那也没地方住啊 公共工程 做完工 他去哪里呢 所以他们就要准备了这种 移工的这种宿舍 可以集中住在那边 那你知道新加坡因为很小 他一共才五百五十万人口 新加坡原来只有三百多万人口 两百多万 跟台北市差不多 这几年增加了 原因也是移民了 他因为他收很多移民 他没有办法 他人工不够 所以他这个移工 他政府就给他盖了住 这个集中住 因为新加坡喜欢搞这个 一般老百姓住住住屋嘛 百分之八十几的人 都住在政府盖的国宅里面 盖的还不错 那移工有另外的 给他住的地方 那边就发生感染了 后来这第二坡很多 是在机场 机场那边呢 因为张仪机场啊 做得还不错 是填海造成的 张仪机场 赤烙脚之场 大阪的机场 都是填海填出来的 因为第一个 填海比较偏嘛 所以你的噪音 比较不会影响到 原来住的人嘛 这个机场需要土地很大 那就 沿海去填 那张仪因为 做得很好那个机场 以前屡屡被评为 全世界最好的机场 所以他里面大概吃饭啊 什么买东西 他等于另外变成一个 像是 大家在那边活动的一个场所 他不是只给旅客 他国内也去 等等等等 好了 在那边 最近那一波 就从这边来的 等等 新加坡现在做到 他真的是 最近他宣布 私人的医疗 医疗的这个机构 也可以从国外进疫苗 比如说你开个诊所 就是私人医疗机构 假如我这个诊所有本事 我也可以从国外进一些疫苗 我进个几百计 给我的病人打也可以 价钱你自己订 也许你拿的价钱比较高 也许了 就是每个人不同 就是 基本上这种工商社会 你鼓励民众各发挥他的才能 因为每个民众 他的本事不一样 有的有这个本事 有的有那个本事 他有本事 你就让他进行去发挥 他能发挥他的才能 就减少你政府的负担 其实就这样 就我们一直讲的 比如台湾快筛 你让机构自己去筛 我在家里我也可以筛 这有什么困难 这不难 哪有那么了不起 筛出来有问题 再送到你政府指定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需要政府这些医护人员 来做这些 我们自己都可以做的工作 你就减少那负荷 让他集中医护人员 去照顾那个 比较需要照顾的病人 不是这个道理很困难吗 我能做的 而且你已经看了这一年多 其他国家 很多国家都自己在做 人家也都可以做 为什么一定要掌握在医疗手里呢 对不对 当然你掌握在医疗手里 对医疗来讲 它是一种保护 这是我的行业 你们不能碰 平常可以 但是你这个时候 医疗都很辛苦了 对不对 你不是医院都说要崩溃了吗 那你还就要做这些事干嘛 而且这个 而且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 新常态 就是它可能流感化 病毒可能 每年都给你变异 你不可能叫这些医院 天天去搞这个东西 这就该全民化 普遍化 大家都可以塞 都可以测一下 就像现在高血压 对不对 你去药房买一个高血压 那个缺高血压 自己就测一下了 血压心跳啊 等等 有问题到医院去吧 所有人量高血压 都要到医院去量 你自己不能量 量了犯法 我罚你 都跑到医院去 你来干嘛来量高血压 医院不烦死了 所以新加坡现在已经 宣布的药房 也可以帮你做检测了 你自己也可以做检测了 有那么多药房嘛 药剂师没有受过 医学训练吗 也有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医科读七年啊 在台大的时候 现在别的医学 应该差不多 医科读前 牙医读六年 药学读五年那个时候啊 药剂师要读五年 还考执照 对不对 他不能做些检测吗 地方都很多地方 都有药房嘛 他也可以啊 黄浮衣穿上 对不对 也可以检测啊 等等啊 有问题 再往上送嘛 一层一层往上送嘛 那这样的话 最重症的 就要到最大的医院去治疗 这也不是你这个 原来的构想也是这样子吗 一层一层一层嘛 这种 你就坚持不肯 疫苗也非你买不可 测 检测也非要你不可 什么都是要非你不可 你又做不好 还不准我们做 就是我们的很多动作 其实很慢 比如说前一阵的诺富特 大家都认为是这一波疫情 所以就起来就是诺富特的这个大破洞 我们也不敢讲是唯一的破洞 但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破洞 为什么这样讲 你说之前台湾有没有人社区感染 我认为有 虽然陈时中一直否认 但是我认为有 所以后来不是台湾出国的 在菲律宾 在泰国 真的在大陆被检查处有的 有没有 那我们都否认 我们真的他们检查错了 其实那就是人家检查对 并没有错 就像你利荣这一次 对不对 那个家伙 然后明明确诊了 然后拿一个确诊 阳性单居然还能出国 为什么 因为确诊单上写了无症状 那个地勤一看无症状 就没有想到什么是阳性 而且我认为这就是 人胆子大了 不敢讲他意高了 胆大 他就他就想说 一般要给你看什么 一定都看阴性 谁给你看个阳性 那个机场工作人员地勤 一定也想说 你既然过看 一定是你没问题 他过看 你过看什么呢 你怎么会来呢 他居然还就给你看个阳 你就没有注意到 因为里面大概密密麻麻 写一堆 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去体检的 那个报告出来 看半天 有时候还看不太懂 他写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我是没有看过 那个阴性证明 但是我也想 他搞不好也是 反正各种术语一堆 所以呢 搞不好阳那边 就一个plus 一个minus 正啊 负啊 类似的 反正就跟他混过了 大陆也被抓到了 他到了大陆 人家就马上抓到 所以你是阳性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人家也没给你变成阴性啊 那快塞在台北 在双北 好像台北 我刚看资料 大概快塞的阳性 送去PCR检查 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 先快塞 他有两种啦 一种是像快塞 如果我们自己做 我们就先快塞嘛 因为那个PCR核酸检验 要有特别的设备 那个设备 少的七八十万 六七十万 一百多 贵的三五百万 那一般不会搞这东西吧 除非是机构 那如果 我如果自己拿那个棒啊 测测我自己阳性 我再去做PCR检查 那他们说怕有伪扬 那台北市的经验 是大概自己做出来阳性 或是初步做出来阳性 快塞站做出来阳性 送到PCR检查 大概百分之八十七 都是真的 就可以逃掉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了 原来没有了 变成有 那就是在检查室就是了 那至少我还抓到 百分之八十七点多啊 我不做 我连这都抓不到嘛 不知道吗 那我刚才回到说 为什么 莫富特旅馆 的确可能是一个大的破口了 因为之前你说台湾有没有 我认为有了 但是说多严重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了 有了 但是不是那么严重了 为什么 如果严重的话 住院就很多人了 就很多人要重症了嘛 你知道吗 假如说有一百个 这个确诊呢 他起码二十个是重症 八十个无症状 轻症 二十个重症 二十个到医院区 医院会警觉啊 一个到医院区 医院不会警觉 两个到医院不会警觉 如果有二十个 四十个医院就会警觉 所以换句话说 之前的确台湾是算是蛮干净的 就算有也是零星的 因为大家都很认真 其实戴口罩 虽然说松懈了 只是基本上还是 基本的防护还是有嘛 那所以才被认为说 这次华航那个破洞 是蛮大一个洞 然后再来就是阿公店 我刚讲过 真的没想到这个产业 那么庞大 牵涉人那么多 很多你看他在很不错的机构上班的 台大院就不错吧 这机构 很多地方都不错的 上班的 他也有人员工到这地方去 然后带了 就带回他的机构里面去 带回他的家庭里面去 所以台北市的家里面的感染 有40几% 新北也有40几% 就是你但回家以后 干人 因为生活在一起 那 所以呢 我刚讲说桃园的是大漏洞 不应该有这个漏洞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漏洞以后 他就把华航 3加11 就三天隔离 11天居家 变成5加9 回到原来5加9 最早是14 7加7 5加9 3加11 但是长荣还是3加11 明明你已经知道 这是一个洞了 长荣还是3加11 到现在还是3加11 长荣现在还是 只是他要改了 他说要改了 变成5加9了 这就很奇怪 通常如果我们发觉 这个地方漏水了 立刻就要堵住 怎么还在 华航闹这个3加11 出事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 一个月大概有了 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一个月 长荣还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 这个怎么还认令他这样呢 他们原来理由是 不行 华航如果搞到什么 5加9 什么7加7 华航就倒了 倒也不会倒了 当然营业当然会比较差 货运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开飞机了 但你现在 为了一家华航 或为一家长荣 把全台湾搞成这样子 你觉得有道理吗 华航也不希望这样 就变这样 那最近航空股又起来了 所以因为大家喜欢到国外去打疫苗 都跑到国外去了 当然有些人就生气了 就说你看 疫苗呢 把这又分成贫富 有办法就都到美国去打疫苗 没办法在台湾 只是毫无办法 那我绝对也不必这样想 对台湾人来讲 能够多一些人打 就多一些好了 本来就是这样 他既然有本事到美国打 就给他去打 我也没什么好羡慕他 你去打就是 那也很辛苦的 坐十几个钟头飞机去 对不对 你现在回来还是要隔离的 我们不管你打没有都要隔离 那至少这些人打了嘛 对不对 那有些台商在大陆打 那也很好啊 他打了嘛 台湾的人越多人打 对所有的人就是越多保障 要这样想了 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不要就是 记这个分这个 记这个分那个 就是多打都是好 多打都是好 只是说 原来也许早一点下手 可以买到多一点国外的疫苗 还不错的 你都失去现机 失去现机 以前你要阻挡别人 所以联合报警的社论说 陈时中如果卡郭董 就是以全民为敌 其实就是这样 最近不是都发起一些运动 昨天我看有人在车子 在总统府前面要疫苗 两点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蛮爽的 很多车了 后来警察就来交管 就不准你到总统府前面去 所以没车了 根本不准你去 所以他管制你 几个路口一管 你进不去 你就没有了 那6月6号 他们还要发起 国民党要发起 你身旁边有什么东西就敲 好像中午 杨志连要发起 晚上熄灯一分钟 他们好像合起来 合起来 要办这样的活动 都是6月6号 6月6号断长矢 在6月6号办 长照机构是严重的 我们都知道长照很严重 因为老人 老人有可能出去 有可能不出去 活动力也不强 但是照顾他的人很年轻 长照机构的员工 也不一定老 他们出去 他们是有可能带进来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已经有 60个长照机构 有疫情 一旦有疫情以后 就蛮惨的 那那个时候打疫苗 人家国外的长照机构老人 都是第一优先打的 我们没有 那现在在吵 到底谁应该第一 谁应该第二 谁应该第三 其实我告诉你 就是疫苗不够 疫苗如果够了 第八优先又怎样 很快都给你打到了 你现在不够 你就算第一优先又怎样 你就算第二优先又怎样 还不现在打得到 所以再怎么样 你还是那个疫苗赶快来 没有疫情没关系 慢慢拖 现在进入疫情的 六月七月 其实蛮重要的 你怎么知道 你那个高端一定好 一定不好 你现在不知道 所以多多益散 干嘛跟人家讲说 我们不需要了 我们够了 好吧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喜欢 我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